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课老师Jason 本课时我们来讲一套在K8S环境下 打造CICD平台 它所需要具备的核心思路 在开始之前呢 我给你讲一下学习本课程的一个意义 在课十九中 我们介绍了基于Jinkins持续集成的架构 及普通模式下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在本课时呢 我们来讲解的是 基于K8S和Docker这种容器的部署架构下 那我们要去做一套CICD的持续集成部署平台 那这个时候需要关注的核心知识点 比如在CICD平台实现后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特性 那架构上又需要注意什么 希望在本课时呢 能给你找到对应的一些答案 首先开门见山的来讲一下 K8S和Docker容器的部署架构下 我认为所需要具备的特性 首先呢 是需要支持容器的部署模式 做到基于镜像的这种发布 K8S进行编排 所以在CICD的平台里面 我们务必要遵循容器 K8S的发布部署模式 在K8S环境下 DiveOps的理念呢 则更加突出 那我们需要了解 Jenkins的API来创建 或者管理我们的工作Job PypeLine是一个灵活管理 HobJob的这种方式 那基于它的流水线的反应方式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灵活性的Job管理 和Job的定义 第四点呢 就是需要支持多环境 多版本的场景发布 那我们在大的企业环境下 遇到很多工程呢 在多种分支或者多套环境下 CICD平台应该很好的兼容 这样的一种环境 第五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注意 Jenkins 也就是CICD平台 它本身的高可用 如果是基于单点的方式去部署 Jenkins就不是高可用的 那我们需要构建一套 高可用的Jenkins架构 基于这样的一些理念和要求 我认为 要做这样的一个平台 归纳起来 需要做如下三点核心功能 第一点呢 就是需要 把Jenkins呢 部署的模式呢 高可用 第二个呢 就是需要通过Pipeline的方式呢 来进行Zop的管理和定义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了解Jenkins的API 并且呢 能结合API的方式呢 去创建或者管理Zop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在KPIS架构下 Jenkins做CICD平台应面 三个必要的能力 那接下来 我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在学习本课时之前 你需要了解 Jenkins的基础搭建 基础配置 同时需要对KPIS 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它的Pod Nord Service 这些对象 分别是什么概念 KPIS的结构组成 又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呢 如果要把整个平台搭建起来 你还需要具备 Docker的镜像打包 发布整个流程的技术能力 接下来 就基于刚刚讲到的 三点核心内容 我们足以来开始介绍 首先第一点就是 Jenkins服务本身的 高可用部署 回顾一下 Jenkins本身的部署模式 有如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在OS 也就是操作系统上面 直接去部署Jenkins服务 然后让Java的方式呢 直接去运行 这种方式呢 比较传统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将Jenkins呢 封装成一个标准的镜像 以容器化的方式运行 这个在科学9里面 有推荐过大家 这种部署模式 那这样的话 相比之下 会更加容易安装 维护和管理Jenkins 第三种方式 那就是建立在 第二种方式的基础之上呢 接下来 我来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 第三种方式 重点解决 在单立的这种 部署Jenkins的模式下 服务的存在高口用的问题 如何做到 一台Jenkins出现问题 有另外的服务 能够自动把它拉起 另外呢 由于Jenkins它的Drop 阻断的增加 常常的导致 Jenkins本身 系统的负载能力 趋于饱和 这需要考虑 从Jenkins本身的 性能瓶颈上面 如何进行水平化的扩容 接下来我们把Jenkins呢 做成祖虫的模式 祖虫的架构 可以让我们把 需要消耗Jenkins性能的 Drop这种工作呢 交给 Slave节点 也是虫节点呢 去完成 还需要解决 Jenkins本身的高口用 我们可以把Jenkins 部署在 K8S的Pod中 让K8S 负责对Jenkins服务 进行监控 和必要的拉起 这样就保证了 Jenkins服务 本身的高可用 那由于 K8S 它的资源弹性 调度的这种优势 还可以借助K8S 对Jenkins的资源 进行水平化的扩展 所以 Jenkins服务 要做到真正的 服务高可用 需要遵循的是 把Jenkins呢 做成祖虫的架构 并且 把Jenkins呢 本身就部署到 K8S的架构体系之中 为了让你能够 更加形象化的来理解 这里啊 我来画了一张图 我们看到 这里有K8S的整个集群 包含有三个Node的节点 每个Node的节点上 有一组Pod Pod会分为两大类型 一个呢 是给Must的节点呢 做的类型的Pod 另外一个呢 是给的Jenkins Slave这个类型呢 来做的Pod 在K8S里面 最小的管理单元 就是Pod 我们姑且 认为它是一个 独立服务的个体 这里Pod上面 运行的就是 Jenkins的Must服务 另外呢 两个Node上面呢 分别是Jenkins的 StavePod服务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K8S的这套集群体系下 Jenkins呢 是以组存的方式呢 运行在K8S的架构之上 Jenkins的Job呢 交给Slave接点去完成 而Must只需要负责 Zop的管理 和中心平台的一个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这套架构的优势 及其原理 它可以做到 Jenkins Zop之间的资源隔离 我们会看到 Jenkins本身是 把Zop放在不同的Pod上 来进行处理 Pod本身就是以容器化 来进行资源的隔离 所以Zop之间呢 不会造成资源上的增强 同时K8S的弹性伸缩的特性 当Pod的资源不足时 需要扩容新的Pod的时候 可以借助K8S的动态伸缩 这种模式 来进行Pod资源的扩容 也可以保证服务的高可用 因为我们知道 K8S对服务的拉起 可以做到出现故障时 自动诊断 并且呢 做故障的拉起 这样呢 就保证了我Must的节点 的高可用 接下来我来讲解一下 如果你要来部署 这样的一套高可用架构的话 它的核心思路是什么样的 在整个部署完K8S集群以后呢 我们首先要部署的就是 Jenkins的Must节点 Must节点相关的配置呢 是通过K8S来创建的 几个重要的对象 一个呢 是NateSpace 它是K8S给 Jenkins的 一个独立的秘密空间 第二个呢 就是PVC这个对象 我们会在图中看到 一组外挂的存储节点 这个呢 来创建PVC这个对象 接下来就是要创建 Deployment这个对象 如果你了解K8S一定会清楚 Deployment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K8SController的对象 它直接控制着 Pod资源的镜像 Pod的资源使用 还有它的服务探针等相关内容 这个都是在Deployment里面来进行创建的 最后一个对象呢 就是Service对象 Service对象创建好以后啊 Pod呢 就可以正式的对集群内部提供服务了 以上就是Must的Jinks节点 在K8S里面创建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Must启用以后 登陆到Jinks的控制台 来配置Slave节点 在控制台里面 我们需要重点的两个步骤 来配置Slave节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控制台里面 安装好K8S的插件 第二个呢 就是需要配置Slave的模板信息 也就是Slave的Deployment这个对象 这个都是在Jinks的控制台来进行配置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到 创建Jinks的Must这里来看一下 那创建Must的这个Deployment 它具体的一个创建方式 我们知道K8S呢 是通过Yarm的语法格式的 来创建管理对象 如以下这三部分 是在Deployment这个对象里面的 几个核心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部分呢 是创建Pod里面的容器镜像 以及对外的服务端口 第二部分 这里定义了两个探针 用于对K8S对服务进行健康检测 第三部分这里配置的是PVC的内容 那就是直接呢 挂在一个外部的逻辑券存储 最后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呢 CubeCTL来创建 Deploy这个配置的对象了 那我们就需要在控制台 执行CubeCTL这条命令 后面呢 加Create这个选项 然后呢 后面加我们刚刚 编辑好的Yarm文件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Deployment呢 在K8S的集讯里面 创建成功了 这个呢 就是Deployment Yarm里面的 几个重要的配置部分 接下来讲一讲 创建Service 它的几个重要的一个配置 一块呢 就是要创建服务名称 对外暴露的服务端口 以及关联后面 NOD节点端口 总共创建对外呢 有两个服务端口 一个呢 是给Jinkins的Web服务端口 一个呢 是Jinkins Agent 所需要进行信息通信的一个端口 都是在Service这个Yarm文件里面 来进行配置 同样呢 通过CubeCTR呢 来创建这个Service对象 以上呢 是给你介绍 在KBiOS的集群中 部署Jinkins高可用 这套架构 它的核心优势 几步走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些资料 来模拟搭建呢 整个这样的一套服务 第二个核心思路 就是Jinkins的Pipeline工作流 在整个Jinkins的工作job类型里面 这里我给它做了一个分类 一个是基础的job服务类型 那这个呢 是一种常见的job方式 第二个呢 是通过Jirory这个语言呢 来实现这个Pipeline的工作流 Pipeline的工作流呢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它可以使得构建任务更加灵活 而且维护性呢 也更加好 第一种类型的job方式 我们需要通过在控制台 来进行固定的配置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呢 Job本这种语言呢 来进行配置 这样呢会更加灵活 便于维护 所以对于大型的工程而言 建议大家呢使用Pipelin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 那又可以做个细分 第一种方式呢 可以分为 FreeStat Project 和Market Configuration Project 那第二种方式呢 同样可以分为一个 多分支的Pipeline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区别就是在于 是不是需要支持 多分支 多环境 这种工作流模式 这个地方需要设计的 在企业应用中呢 如果有代码需要做多分支 多版本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需要考虑 用多分支的Pipeline 或者是多配置的工程化的 来进行配置 以支持企业的这个需求 刚刚说到了多分支 我们来理解一下 多分支的具体含义 这里画了一张图 图中我们会看到 Jinks整体的构建和发布过程 会看到开发人员 进行了代码的提交 通过给的仓库 做代码管理 同时呢 通过一个勾子 触发呢 Jinks来进行部署 构件测试 然后进行发布 那这个是一个 单流水线的一个工作方式 总结归纳发现 Jinks负责 构件测试发布 这个属于 单Pipeline的这种工作 任务流模式 如果要做到多分支 多部署环境的这种方式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假设我现在有两种分支 一个呢是测试分支 一个是线上分支 这个时候 我们在Jinks里面 就需要同步支持 构建和本地测试 测试完成以后 可以对两个工程呢 同时打包 并且发布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演示一下 这里需要用到 JinksFile 这个名称的脚本呢 来进行对应的控制 JinksFile 本身呢 就是Groby这个语言呢 所编写的一个 Pipeline的脚本 我们需要编写它 让Jinks这个工作流 支持多分支 多环境的部署 那具体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讲 关键的步骤是什么样的 整体的步骤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从这篇文章里面 我提炼了几个关键的步骤 接下来给你进行一个讲解 第一个呢 就是推荐用容器的这个镜像呢 使用的是BlueOccions这个镜像 它是在Jinks的技术上面 集成了BlueOccions这个插件的镜像 BlueOccions这个插件起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清晰简单的界面 它可以使Jinks管理控制台 更加清晰简单 比如我们需要去定位 Pipeline的错误 在控制台就可以非常友好的进行定位 相比Jinks默认的控制台会更加方便 第二个呢 就是它支持Pipeline的可视化编辑 我们可以在控制台来创建 并且呢 编辑Pipeline的任务会更加方便了 第二点就是我们创建好Jinks的Job以后 就需要去创建Job的代码工程 这里有一个样力的工程Github的代码 大家可以下载 我们来做点看一下 这个工程的目录结构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工程的根目录下 有一个JinksFile这个文件 我们刚刚讲到了JinksFile 就是用Groovy语言 编写的一个Pipeline的脚本 同时呢 它会引用Jinks目录下的几个SH的脚本 来控制部署的任务 在你创建好多个工程以后 接下来需要在本地模拟多个分支 你可以创建测试环境的分支 线上环境的分支 预上线环境的分支 等多个分支 那Git呢 是可以通过GitBranch来操作 刚刚讲到了JinksFile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Pipeline脚本里面 我们需要使得它支持多个分支的构建 接下来呢 在我的控制台给大家展示一下 JinksFile里面它的内容 在JinksFile里面 我用VAM的编辑器打开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这个Statiges 这个大的模块里面 会控制着它相关的工作流的流程 如最前面的StatigesBuild 这个流程是控制着我来进行构建的步骤 这里是执行的NPM Insta这个命令 测试的这个流程呢 是执行的一个Share的脚本来进行测试 再往下的话 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 这里有两个发布的流程 一个呢是发布到Development 这个呢是发布到我的开发环境 最后一个呢 这里就是发布到线上环境 那两个呢是不同的环境 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控制 发布到不同的环境下 如果是开发环境下 这里会做一个判断 它的这个分支是不是开发环境 在你的JinksFiles里面这个流程脚本下 它会通过语句来进行判断 是不是对应分支 如果是开发分支 那么就执行这个脚本 如果是线上这个分支呢 就执行另外的一个发布的逻辑 那这个呢就是通过极乐为语言 我们来实现多分支部署的 JinksFiles的脚本样力 最后来讲一讲 在Jinks下 如果你要把Jinks的能力 融入到DevOps平台 那这个时候 你需要了解Jinks的API能力 才能够通过DevOps来调用 Jinks的API 以便呢对于Drop实现灵活的管理创建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一篇API的文档 为了更加方便研发人员 去进行Jinks的API接口交用 官方呢也开放了API或者SDK 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语言 来下载对应的模块 如Java 你可以访问这个Github地址 去下载它的SDK 如果你用的是Python语言 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Github地址 去下载 有了这个API和SDK 我们就可以通过本地的DevOps工程 直接引用这个模块 对于Jinks里面的Zop管理调用呢 就非常方便了 以上呢 就是KPIS和Docker容器的 这种部署架构下 我认为Jinks来做CSD 所需要具备的计量能力的讲解 下一个课时 我将讲解网站割接 必须要掌握的N个检查命令 及检查项 大家记得来听课 谢谢大家 心童